我今天收到一个电话 我一个朋友 就是退休的朋友 这些退休的人 我最近经常收到他的电话 因为就是他刚刚上个月退休 经常都失惊无神打电话来 他第一句说什么 哇!很大事啊!胡桑曾 我什么这么大事啊? 有没有搞错啊? 他昨天在论坛那里 这样攻击林郑 这个不是他啊! 什么什么什么 接着我就尝试纠正他对论坛的看法 我说我们弄错了 我说你知不知道何谓选举论坛呢? 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 我说选举论坛其实就是一个言论的擂台 言论的擂台 就是之前那几个论坛 无论是教协、记协 或者是一些IT vision的论坛 相对不是那种 但是今次所谓的七个电子传媒 很明显整个论坛都是一个擂台 所以一个擂台 你是期望什么呢? 是不是好像打拳那样? 你希望可以上台上 是大家耳闻论坛吗? 大家在耍嘴皮吗? 不是的了 在一个擂台上 就是什么呢? 出拳 希望可以打倒对方 第二 当别人出拳的时候 你如何避拳 整件事你要看 用出拳与避拳 这两个动作 来看看了解 这个候选人 究竟是 在这些论坛上的表现 是不是可以显示出 他可能是有一个 有斗志 有斗志的人 有一个反应 就是他那个反应 是不是一个恰当的反应呢? 看不看到他的真性情呢? 或者某方面的性情呢? 所以我说 大家 我尝试跟他解释 我也相信 有些人可能也会跟他的反应一样 就是说 昔日谦谦君子的胡桑 突然间在这次里面 这样重拳去轰林郑 这样子 好了 首先一件事 喏 如果我们用一个叫做擂台 来看这个选举论坛的话 这个擂台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拳击片 无论叫做击战 近期的 之前我们的老饼看叫做Rocky 你也知道 去预备一个拳赛 就是作为一个拳手的时候 教练是会怎样操作你的呢? 怎样操作你的呢? 我们那个年代 不是看Rocky 老实说 我们的年代再之前是看这个叫做 阿里 麒麟 据说这个麒麟 Rocky是吧? 陳丽霞 你有看吗? 证明你跟那个年代差不多了 就是说 那时候 如果你打拳的时候 你是会做几样东西的 除了你所谓的练体力 去练拳之外 就是你会去看对手的一些短片 究竟他过去的拳赛当中 他是怎么打的? 他有什么? 可能原来他的左勾拳很厉害的 很多时候他KO对手都是用左勾拳KO的 你会首先是研究对方的 你研究对方 究竟他哪些拳是重的 他多数是如何出击法的 他的步伐如何 他的弱点在哪里 你是会研究对方 然后接着 你会了解自己的弱势在哪里 对方的弱势在哪里 自己的强势在哪里 然后他决定这个拳赛 无论是在节奏上 譬如如果对方的体能很厉害 你很可能就会知道 你不要跟他在那里斗跑 就像麒麗那样 体能很厉害的 经常会引起那些对手 是追着他来打的 一来他的速度也好 他的气力也好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会一开场 到处走 引起对方 气喉气喘 之后一下子就离开他 好了 我以一个拳赛 来比喻就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 这个论坛的擂台也是 你会首先如何呢? 你会首先 研究一下对方有什么弱点 或者自己有什么被人攻击点 然后接着 就会去预备答案 但是无论如何也好 重点在哪里呢? 以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就去将对方的弱点 重拳出击 然后预备当别人重拳出击自己的时候 是如何防备 好了 我先讲 好了 去到今次 你看到 其实胡苏貞 Exactly 或者三个人也好 我觉得 今次的论坛 我不可以讲得很精彩 Hello,Betty Chen Hello,Anthony Leung Hello,Alan Lai Sunny Chow 好了 好了 今次我觉得 我不可以说他们是很精彩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用这个套路去上论坛 你看到 所以政光的辩论相对较少 反而大家都是攻击对方的弱点 大家找对方的弱点去攻击 好了 加零一的弱点在哪里呢? 加零一的弱点是较多的 但是我不觉得胡苏貞和胡冠 特别是胡冠 是对于加零一的弱点有很有效的攻击 不是没有攻击 不是很有效的攻击 好了 我先数一数 加零一有什么弱点呢? 哇 我已经写了半版了 第一 六八九二点零 就是 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很多人 胡苏貞都有攻击他 但是我这里我不尝试去详述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 他是六八九二点零 这个形象 第二 他好打得 其实虚有其表 这两点胡苏貞都有攻击他 第三 他无规无矩 做事 在西九事件当中显示出 他是很无规矩的 这个胡冠都有攻击 第四 他还背上很多涉及违规违法的案件上身 包括在西九门事件上聘用一些建筑顾问 一个建筑顾问 违反了种族歧视条例 为什么呢? 他当时有报道说 他认为是要华人设计师 所以这涉及违反了种族歧视条例 第二 他在同一件事 这个西九门事件当中 是违反了廉政公署工营机构的防贪指引 防贪指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有采购均应该以公开公平 以及具竞争性的方式进行 以确保在名单上的承办商 获得平等的报价机会 而应该从名单上选取足够数目的公司 参与镜头 而在同一件事上 严顺其是 在同一件事 即是西九门事件上 他也在所谓的单一招标上 违反了世贸采购协定原则 虽然他曾经 argued过 在500万之内我有权批击 但是这个不代表 不代表 一个这样的权力 就是可以违反这两个规定 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理由 才可以采取单一招标 由于今天我的Facebook live 不是要讲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轻轻大过了 但是这是其中一点 在论坛上 是可以攻击他的所谓 即是他现在有些Case 是什么在身上呢? 是涉及有关违法违规的 第四 第三 sorry 第三 因为刚才那三点也是同一点 都是在西九门事件当中 他的违法违规 所谓有Case在身 随时可以报延柱 第三 他在传媒高层的聚会上提到 一个所谓的宪制危机的问题 就说其中一名的参选人 过去的某些行为 不符合中国中央领导 中央的利益 因此不获中央政府的信任 这是涉嫌什么呢? 如果是有这么说 之后 老猛董也有这么说 就说什么呢? 就同样的说话 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为什么呢? 到现在没有人认 老猛董没有认 也没有中央领导人站出来认过 说一些这样的说话 或者说 当中现在参选人当中 有人涉及到 会有机会 选上了严任命案 好了 这件事情也是涉及到违法的行为 好了 最新的一件事 竟然是没有 胡苏珍和胡冠都没有追下去 可能他有些原因 他的竞选办里面有些人员 可能没有推荐他去讲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幅本来属于香港体育学院的50万尺地 在2005年的时候 借出了给马会用 后来改装成京奥马述比赛场馆 但是之后 就没有还了 这50万的用地 一直被马会 一直用下去 然后 然后当时的林郑月娥是属于哪个呢? 就是属于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 所以他现在跟马会 又刚好今次的选举 他跟马会的很多人非常密切 除了西九门那件事 又涉及马会的捐款之外 还有他所谓选举办主席团里面的成员 夏佳里 也是马会的董事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这个所谓陈念慈 陈念慈也是马会里面的成员 好了 这些事全部都可以归类为 刚才我上述过三点 就是说 一 这个人 四点 六八九二点零 走路 他自己一开始出来说 他说参选 参不参选其中一个的考虑 就是我可不可以延续梁振英的政策 第二 他很能打 但是呢 稍后我会讲胡苏珍怎么说他很能打 但是虚有其表这件事情 第三 没有规模举做事 有时因为为了要效率 就连公众咨询必须要法律上要求他的程序 他都可以skip了他 或者那些所谓单招标 第四 好像跟第三点是一样 但是其实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有案子上身 就是说这些案子如果要追究下去的时候 是犯法的 是可以被延署或者用其他的法例去作出检控的 好了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在擂台上拿来攻击林郑的 那有没有这么做呢? 有 胡苏珍有 胡官都有 但是我自己觉得出拳不够重 或者叫做追下去打的东西是不够狠的 所以很容易被他轻轻去skip 或者叫做这方面的印象不强 今次论坛大家强不强? 我自己觉得不够强 这一点我觉得在下一次的选委 就是论坛那里最后一次有这种的环节 有这种擂台性质的论坛 我就希望胡苏珍和胡官可以发挥得好些 好了 至于胡苏珍的弱点在哪里呢? 会被人攻击的弱点在哪里呢? 或者叫林郑攻击她的弱点在哪里呢? 第一 是 就是说这个人过去都是那种没什么担当 避得就避 做事就不是很积极上心 第二 守财劳 就是说她拿起钱应用不用 第三 不熟政策 所谓的不熟书 不及林郑月娥好打 因为林郑月娥做过很多不同的 就是她比胡苏珍做得更多的不同的政策局 政策范围 那么呢 胡苏珍大部分时间是做财经金融 所以呢 在民生政策 或者其他的民生政策不熟 好了 这三点就是胡苏珍的弱点 我就不讲 再讲下去胡官的弱点在哪里呢? 胡官的弱点就是主力攻击就是 这个人没有行政经验 就是 一样 因为没有行政经验 比胡苏珍更加不熟书 是不是? 那么这三个人 基本上 你可以说 他们 所谓会被对手攻击的弱点就是这里 好了 那么 但是呢 胡苏珍 不熟书 这些事情是很容易拆解的 这些是很轻的事情 就是 其实就不用 怎么说我做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 因为胡苏珍也不是这么回答 过去 就算不在擂台上 他说 如果可以轻十年 而可以帮香港存到这么多钱 那也算是一个天才 就是不用认真回答的 我反而觉得上述的三点 都是可以不用认真回答的胡苏珍 反而这三点就是认真就输了 但是反而 加灵一那些就不是 因为那些罪状是重很多的 他不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态度去回应你 所以我觉得胡苏珍在面对这些 反而千万不要用太认真的态度 甚至少我会议下所说的 就是那个011那里 他太认真了 回应得太过上心了 至于对他的不熟书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之前譬如胡苏珍的答法 有关这方面的指控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很简单的回应了他 就是说 其实 一个领袖是不需要犯犯的 他也要精通的 如果是一个很精通细节的领袖 他就不会是一个好的领袖 因为 为什么呢? 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被人厉害的 以此来攻击林郑 林郑的问题就在这里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比人熟 所以什么呢? 那就用不了人了 所以 你每次都会以自己很熟书 然后你的下属 在你很熟书的情况之下 就发挥不了 所以 这也是很容易拆解得到的 就是对于所谓的不熟书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就是等于CY 这个689 他又如何呢? 之前的董建华 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又如何呢? 他之前做过什么呢? 两个都只是做过行政局议员 那么 也没有行政经验 所以这是很容易拆解的 就是你用回 如果我是胡桑曾 我就会用回 林郑如果你这么说 我也没有资格 因为我的不熟书行政经验 不够你丰富的话 你觉得 如果这么说 抱你那个董建华 就更加没有资格做 我们的行政长官 这个是不是你的意思? 好了 我想说 胡桑曾当然在今次的表现较好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在 无论是他 或者是他的团队 可以成功地 在今次 是被人看到胡桑曾的另一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胡桑曾是 好好先生 牵面君子 西瓜跑 说话 隔口隔舌 好人一个 但是 其实 好人是不足以做特首的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同意我这个说法 反而觉得 我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装振 我觉得你真的对我们香港人 就是 大家好像同坐一条船 过去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是 老沈说 就是 好像 有一句说话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就是你做一个政治人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些被人觉得智慧智民 没有一些洞察时势 而不只是好人一个 如果你是好人一个 我相信 会使得香港人 就好像说 林郑鬼叫我不想要林郑吗? 我只不过是不想要林郑 去选择 去选择罪 是不是? 就是觉得你也是不对的 不过 我就觉得 我只是不想要林郑而已 但是今次的论坛 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帮胡苏貞 拿了很多分 看到胡苏貞 之前的教协论坛也有这样的味道 但是不及今次的七个电子传媒 因为今次的形状 是可以使得有格斗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自己觉得 大家分享了这个点片没有? 如果大家放心我所说的事情 也不会太离经半岛 可以试试分享我这个点片 所以我今次的曾俊华 很成功地 是建立了他一个既是一个有心人 但是另外 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懂得如何对他的对手的痛处攻击 正如我所说 刚才他是有做 不过我只是觉得还可以好些 我希望他在下一次的选举论坛 可以更加深 用字更加简洁清晰 不需要留力 我知道他也没有留力 但是我觉得 意思就是 一定要言简意行 尽量争取时间 尽量争取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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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